啊 我知道了 什麽量會變了 這量版1.2 先變1了 代表什麽意思 會不會經過Tuberance Boundary Layer 會不會Tuberance變成Tuberance 應該不會了 用1代進去 你看人小了20%嘛 小了20%就5下了 應該是4.8左右 多少 529 529啊 100 529100 529 還是超過5啊 這樣不是少20% 是少6分之1 少6分之1 這樣1年89對不對 是5年嗎 可能上那個 對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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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 最那個 最保險的是我們 插標 紅棋 之前是35度,35度,65度,所以是150度,所以是用50度 这下就不太一样了,今天963,51020是510,之前是就在那个边缘 1,对吧,乘10的五十方,所以可能要用这个,那现在变成1了,然后我的命是要用几度的,20度,就是85度,也就是42度 1.94,可是这变1了,看好了,绝对在5之下,对不对 1.94,对吧 515,463 515,还是超过5啊 对 刚才1.2才猜 你确信,刚才1.2除上1.96才5,才是5.1 对,现在1除上1.94,1.2的时候是6122 6122,那现在呢? 然后下面改成4,上面改成1的时候 510204 就是大概在这个值 大概就是这个值啦 大概就是这个值啦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在高山上的时候 我要不要考虑这个 不用不用 不用 我用什么? Lamma flow 就是0.665 OK 所以这个就等于 0.27 然后热传系数 就等于 这个牛所值 增上 K除上 L 9 好的 所以Q 就等于 我们试试看 就是A H乘上A乘上L大C 来 首先在刚才那个 30题 就是在平面的时候 平面就是H 我们算出来 是刚才算多少 好吧 我们就用这个 这是在平面 然后在地理 在山上的话 就是 13 就是14了 乘上面积 面积 0.25 0.25 然后Delta T 就是 20度跟65度 45度 这要等于4 6瓦 这个上多少 来 坐一下 45 这就是 0.5 0.1 4.5 4.5 大概10个 大概10个吧 大概10个左右 那假如在平面的话 热传系数是怎么样 大 热传系数大 这个是 会比14大 因为它有Turbulent 但是呢 这个会大 还是会小 这变30 热传系数 会变大 但这个只有30 温度差只有30 对 我刚才没有把它计算出来 好的 好吧 我们这边这个题目就做到这里 然后还有几次 几次上课 6月有一次上课 6月过完标语节 3次 还有3次 还有3次